来到一个公园 我呢准备学习长板 给自己个最新的挑战 现在是下午12点左右 我也没有人 那就没有人会看得到我 摔跤的一丑样子了 太棒了 待会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长板 今天是第一天滑 不知道会怎么样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学乎的鸭鸭 欢迎回到我的鸭鸭治愈系绘画频道 今天天才蛮好的 给你们看一下我新买的长板 啊 啊 突然的 掉了 什么鬼 等一下修一下 我买的那个 护膝 护手腕 护手手套 长板 反面的样子 反面的样子 正面就很不同 就是这样子 长板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学乎的鸭鸭 欢迎回到我的 知义系绘画频道 这次在尼克家买了一款最高级的原料 DESIGN NAS COLOR 是一款不透明水彩 主要用于家用水彩的颜料 是使用苏丹产的阿拉伯薯胶 以及别的不透明水彩 这款颜料涂起来很均匀 很顺滑 颜料拉伸呢 也很不错 颜色也特别鲜艳 嗯 就不准备做测试了 直接上手绘画 所以这次就使用这款颜料 来画一幅不透明水彩画 这幅不透明水彩画呢 非常适合 零基础 手探脑的小伙伴 大家也可以试着跟着一期画哦 嗯 不好意思 由于CAMEL的一些小问题呢 之前开头的都没有拍到 所以呢 开头用到的颜色呢 我都会标注在上方 可以让大家进行做参考 嗯 这款DESIGN NAS COLOR呢 有很多设计师呀 美术生呀会经常使用 我呢 就总结了它几个特色 来分享给大家 这款颜料呢 非常有光泽感 而且混上好几种颜色的时候呢 也不会变黑 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是挺方便的一款颜料 这款颜料呢 可以放很长时间 也不怕会变干 不好使用 涂在纸上呢 看上去颜色也是非常鲜艳的 不过它虽然是不透明水彩 但是它的 但是它遮不住色 就比方说 如果你涂好第一层 第一层的颜色比较深的话 那第二层它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呢 就不介意一开始使用深色来涂抹 如果对这款颜料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看一下下方 我有放连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